一到国民党中央就有志工妈妈要签名韩国瑜一副胸有成竹直接坐定记者会场 被提醒才赶紧上楼看民调数字 韩国瑜第一名 陈一鸣第二名 三例新闻也取得民调的数据 韩国瑜64.898%压倒性赢过陈一鸣的35.102% 国民党将在周三中常会通过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 感谢初选的对手陈一鸣韩国瑜说民调显示选民对他有期待 更把矛头直接对准长期在高雄执政的民进党 高雄乡亲也给了他们20年的执政 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已经不欠了 高雄市民进党执政了20年留下了四个字又老又穷 我的证件非常的清楚 告别贫穷 迎向阳光 高雄市长人选民进党早早确定由立委陈其迈代表参选 国民党则由韩国瑜出赞 但现在还传出前立委律师舒英贵 用高雄市长拟参选人身份向监察院申请政治献金专库 年底高雄市长这一局恐怕不只有蓝绿厮杀 三立新闻李维庭 陈建廷 台北